大家好 今天是7月11日 星期二 先回Cindy 其實也不用多謝我 反過來我覺得有時候要多謝大家 因為也很真心 因為有時候很多股份 我是未必叫做自己去看的 知道有這些股份 但自己是不熟悉的 但有時候你們問到 我反而會勾起筋 走去研究一下它是甚麼 其實對於我來說 也是學多一點的 所以不用多謝我 反而反過來 我覺得是因為大家有時候的留言 令到我自己學多一點的 所以我會感激大家 而且以前的時間 以前有些舊同事 Jason那些 Jason 陳偉聰 雖然現在轉了第一家行 但以前我跟他做事的時間 真的是我最開心的 因為那時候大家會常常 互相學習大家 可能我看到一些報告 看到一些資料 也會跟他分享 所以他會跟我分享 所以那些時間 其實也是 看到更多的事情 當然現在靠自己 自己有空就會 看一些書 上去看影片 看一些YouTube的影片 沒有 還是這樣學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問題 都可以留言給我 是的 我可以的 不過 Kelvin 你問Expedia 我暫時這一刻 就 不能回答你 但我想說 這些 是一些 旅遊相關股份 我看好的 其實你用經濟的狀況 去看 即是經濟層面 想看的話 很多時候 當疫情之後 很多事情 復常 自然 大家出外的 意欲 是會提升的 即是 你當是回到 正常 正常的情況 當你正常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出去玩 這也是 一種叫 娛樂消費的東西 其實是 預料會多 而且 其實你也可以說 你去到 這一群的 Expedia 或者是 其他那些 那些 其實全部都是 通通了一間公司 所以 對於他們來算 其實 就 可以了 因為他們的 業務發展 也不會特別差 當然 有競爭的 但就不會很大 所以 對 如果你本身 有課 其實也可以考慮一下 先拿著 其實 大家今天看著 港股 有一彈 今天叫做 二年 即兩年升 升幅上 亦都 從最高位計算 最高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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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二十幾點 那麼 港股現在都處於這個狀況 你可以說 大家會在 討論的 討論的時間 會有點亢奮 因為 最主要大家 可能看到市升 例如A的扁認好的 成分之下 那市有一彈 但是到最後 可能到 收市之前 其實我估計 自然會增加 你當收市前 大概一小時 或者半小時 的時間 大小的表現 就會有一點 走樣 原因亦都不難理解 因為大家試想一下 你拿著好倉也好 淡倉也好 大家亦都不知道 收市之後 會有什麼公佈 或者有沒有公佈 有些公佈的時間 如果是利好的 變成市 有機會會夾上去 但反過來 每個公佈的時間 就是淡倉的機會 都會佔上風 所以你想想 當你現在拿著好倉 膽倉的時候 你願不願意先過夜 其實你過夜的意欲 在現在這一刻的時間 是會少了 簡單來說 就是大家現在 都傾向於短炒 短線無處 有貨的 如果是本身已經拿著貨 那些 通常按兵不動 像我這樣 有貨的話 就拿著它 按兵不動 就是什麼都不理 這就是現在這一刻 市的困局 亦都可以解釋得到 為何成交量 這麼低 就是這個原因 其實不單是港股這邊 A股也是 A股今天成交量 大概7,700多億 和昨天7,600 7,600比比的話 今天就算是稍微 多一點 港股也是 港股昨天就不足夠 800億 今天也去到800 好像30多億的水平 又多一點 但是這些狀況 都不是太好 不是太OK 所以看看之後的時間 當內地方面 如果真的有消息的時間 希望市場 真的有這個明確的方向之下 有些突破 看就是這樣看 很多股份都變成OK 其中之一隻就是 Kelferman的1970 iMAX iMAX本身持貨 亦都持貨了一段時間 其實應該是由去年 叫做疫情 即是內地復常 之前的時間 買了貨 當時的股份都是六個領 曾經去過十五個力多的位置 當時也沒有猜到 所以就跌下去 曾經跌穿過我的賣入價 但這些股份 其實是純粹拆了復常的概念 還有很多事情 其實為何會一直持續 它不放呢 甚至乎 為何當時11元 我都沒有走貨 因為事源就是 其實我覺得 你可以說 很多經濟的狀況 復甦的部分 有些慢有快 但是消費類的方面 其實應該沒有關係 你看到這些時間 之前的時間 其實有阿凡達2 當然當時的價格 解僱不起來 因為阿凡達2的反應很差 很貴 而且當時還是疫情 即是剛剛疫口的時間 即是內地開始開放 那段時間 經濟狀況也好 甚至乎大家去看電影 都還是很害怕 可能還要戴口罩 甚至乎這些情況 但是跟現在比 當然現在已經到了復常的階段 大家已經不太擔心 所以票房收入方面 其實今年以來 有一個比較顯著的增長 直至6月25日為止 我們的票房總收入 大概是250億左右 上年全年的時間 是大概30億 即是說 其實上半年的票房收入方面 已經是上年的全年的禁制 所以如果這樣計劃 意味著今年下半年的時間 如果這樣全年的時間 應該是上年同期的時間 可以增加一倍 因為同比 另外就是 其實最近很多大電影 或者電影方面 票房收入很厲害的電影 有一套要消失的卡 票房現在說 一個月不夠 差不多是30億 日萬幣 這是很誇張的數字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說 這一批的板塊 這一批是影視相關股 其實一早應該是 要有些反彈 但是很可惜 沒有的 而且R1970 甚至乎是沒有成交 極少成交 當然現在去宇宙程庫牌 不知道什麼事 我自己初步估計 可能是因為 本身就是公司 可能見過股價升得那麼多 我出了一個澄清的原因 就類似廣話 不知道什麼原因 其次 可能趁機公布了 那個營起的消息 因為我相信 如果回到上半年的行程去看的話 營起硬的了 只不過是營起的幅度有多大 它上一期是實踐的 上半年的時間 看看表演有多好 我都會拿著它平常心 不是太過理它 因為最主要是這些股份 我自己都覺得 就是說 潛力去的股價表現 應該不止這些水平 所以這次我都會考慮一下 拿著它先 另外 有朋友問人民幣 究竟和港股的關聯是多大 這樣說法 你覺得是對的 其實上重指今年的表現 如果以今年去計算的話 升6% 但是香港這三大指數 即是恆子 國子和科子 全部都是要下跌的 有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用上年年底的時間 恆子的點數就是 19,800 這個很容易計的 你想想現在的大市 還是19,800以下 跌幅都是3-4% 在全球股票市場裡 不是很好的一個 即是比較偏差 但是人民幣的匯價 和港股的關聯性 大不大呢 我覺得這樣說法 當人民幣的匯價跌的時候 這變成一個購買力 即是當地的資金 它的購買力 其實是小了 當然這個說法是很籠統的 但是 當你好像美元為例 美元回了的時間 其實你說 一些人的購買力 其實是弱了的 這樣的情況 即是美元強的時候 其實其他東西 都會叫做多了 這樣 這是人之常情 不過 如果以匯率 去對港股來說 其實近日來的關聯度 開始小了 即是和之前比沒有那麼顯著 因為 這一段時間 其實是氣氛影響著港股 氣氛的意思就是 你看得到 現在全世界都好 都是暴露 究竟有沒有政策出來 去救市 但是一直都沒有 我覺得這個因素 對於港股 應該誤價至大 你說是任務比匯價 我不敢說 完全沒有直接關聯性 但是那個關聯度 我覺得現在是輕微了 輕微了 所以就變成 你說 你又想不通 兩者計 有什麼實際關係 其實你還要簡單 這樣說 這個是比較學術性 你想想 當你現在 即是當你 任務比貶值這樣計 你可能 可能平時這樣計 那個幅度變化不太大 的話 其實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 當你突然間 可能貶值 當你去到大約5% 一成的時間 那就很大問題了 你想想 很多 本地上市的公司 其實 都是內地公司 他們的盈利能力 即是當他們賺錢 其實全都是人民幣 所以 當你計算人民幣的時候 當你人民幣賺一元 EPS 即每個月盈利一元 一元人民幣 但現在這一刻 因為人民幣的貶值幅度 很大 令到你對港幣來計 可能那個匯率 是跌了一成的 即是可能 以往的時間 當你一元人民幣 當過二的港幣 現在這一刻 一元人民幣 可能對港幣 就是過一 你想想 當中已經沒有了差不多 接近一成 如果 當你這樣計算的話 即是當你那個盈利方面 當你賺十億的時間 其實變相之下 你對港幣來計 其實你想想 那個數目 是沒有一成的 即是變相你的EPS 其實如果對港幣來計算的話 是沒有一成的 那你計算股值的時候 因為我當你的股值 我當你是五倍PE 也好 那你想想 那一成的差距 就變成你的PE 那裡 你也可能 你會貴了 那你穿回到5%的時間 你的股價自然就會跌 這就是那個概念的情況 但你要在實際上 是不是這樣去解讀 你只能說 這是一個元素 所以就變成 你當是聽一下 聽一下 那個意見 那 但沒有的 看看之後的時間 多一些消息 或者是看看 之後如果多一些 政策消息的時間 我相信港幣是有條件大的 還有我經常說 第二季 即是七月份 那個叫做 probability 基督升的機會 都是比較大的 沒有的 沒有的 最後就是這個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吃了一半 就OK 另外一半就先拿著 其實阿里巴巴 這些價位 我覺得是直撥的 直撥的 尤其是現在監管的 那些因子的情況 就開始過段落了 似乎 對於它來說 都挺受慰的 所以就變成 大家有貨的話 都是先拿著它 不單單這隻 我建議 大家如果這刻的時間 還有一些電力設備股 或者一年七月那些 的話 都可以考慮一下 拿著它 電力股又開始有法力的跡象出現了 另外一些出口股 即使用Farm 和執就是 因為很多公司 例如創侯這些 人民幣的匯價 在內地方面 是請工人去工作的 你出量的時間 所以是人民幣 人民幣 大家都知道匯率跌了很多 如果你拿著美金對的話 其實一使用那裡 是會容易很多的 而且創侯這個公司 本身去收 其實是在收著美金的 因為它的客人是在外面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它是很受益 當前這個情況 所以如果問我的 創科 也在這一輪的時間 其實也是其中一隻 受益的股份 大家都可以再留意一下 好了 那今天暫時說了這麼多 再次說一次 多謝大家的支持和鼓勵 以及真的給我機會 我可以學多些股份 所以不要緊的 大家有什麼有趣的股份 想研究 想找人去問問 都可以問問我 那今天就是這樣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